大家好 今天是二月二十五号 星期四也是这个期止的节省日 股市经过昨天的大幅度下调之后 今天出现有明显的反弹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恒成指数先高开456点到30174点 之后曾经一度轻轻的仿佛 而低见29833点 可是在节省中指数相对来说 还是上升了115点 刚才我提到了今天是这个期止的节省日 结果有一些买盘出现 股市就一步一步的上去 到目前为止大概是下午3.20分左右的水平 指数曾经一度是高见30453点 等于说在节省中股市相对昨天收指来说 大幅度反弹了735点 当然曾经回升到10天线以上 可是由于这个只是一个反弹而已 所以大家不应该有抱着太大的憧憬的股市 还是有一点点的高台的反复 暂时就是反复在10天线左右水平 10天线现在已经上升了30413点 不管是怎么样 基因指数跟10天线走在一起 等于说明整个不断往上寻找高位的走势 暂时已经停下来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踏踏幅度的下调 主要的原因就是基本面还是不错 尤其是至今开始一点一点的流进全统的经济 所以我们看看汇宏看看中移动还有内银股 当然还有水泥股还有其他的传统的南筹 都是稍微做好的 其中来说我觉得就是金融这个板块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不看我看不到股市会怎么样大点 好了还有跟着而来的就是 恒生指数服务公司会有一个新的报告 到底哪一支股份会加进恒生指数成分里面 有哪一支会被拉出来暂时还不知道 可是总的来说四方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想这样子看应该等到这个月底过后 恒生指数服务公司的新的报告出来之后 在下个星期我们才能够看到 比较明显的股市到底是怎么样 这一点要说一说了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到这个月为止 五个月股市还是保持一个先低而后高的走势 可是到三月份能不能够再保持这个势头 我们还是要看一看才知道 毕竟从去年九月二十五号的低位 两万三千一百二十四点开启的 大赢的中期的上升 到这个月十八号的高位 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三点算起来 股市在半年之内内积的升幅有八千零五十九点 说真的这个幅度并不算少 所以在高台有一点点消化跟整股 基本是很正常的 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整股跟消化要回调多久 回调的幅度有多大 说到这一点 我们首先当然是要看十天跟二十天线的支持 这两天看起来 昨天日中曾经一度是跌圈了十跟二十天线 可是在收市的那一分钟 股市是跌圈十天线 可是并没有跌圈二十天线 尽管股市不能够再进一步往下推 可是暂时来说我也不觉得会怎么样大点 可能在这个一千到两千点的波幅里面 股市会进行一个高台的整股跟消化 因为整个中期升浪的起步点是 两万三千一百二十三点 现在只是在三万点左右水平来说 当然是一个高台 所以就算是昨天股市是出现差不多 接近一千点的下调的幅度 可是我个人并不太担心 当然抓获少的朋友问题不大 要是抓获比较重的 就要看看自己的抓获的能力跟能耐 到底足不足够了 好啦 今天下午的分析就收到这里